台下學菜訪問 將議教長的學生在國文 因為所有學校主任四科 是站在半集軍、六十集軍、有六的人 其中四兩院是唯一的十五年 它不只是學業的身材真好 而且是新冠奧林批克比賽的選手 也是中央研究它架為背景的人材 和台軍的五大三大的歌手 它將以代代醫科來作為目標 在這次的學菜家中的學生站在四科 五十五集軍以上有八十的人 整體的表現當公司真出色 百一行年度學菜訪問 將議教長的學生表現真好 各文英文所有學主任四科 沒有集軍的五人的人 比當地叫做漂亮寶貝的似亮雲 是唯一的十五年 除了學業身材真好 竟是一位台軍的歌手 將他代代醫科來作為他成功的目標 就是準備競賽和準備學策 都是我高中生活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就是很努力的 就是想要把兩者堅固 然後都做到最好 就是自己在高三這麼短時間內 可以做好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自己的表現算是比較滿意 另外蕭展毅 許志偉 許宣誠 陳佑君和蔡炳如故的人也喜歡結婚 吳宣誠對國中到現在都沒有補習 靠到自己探餐 靠出好性格 許志偉 這是真愛打電動 一直到國中三年劫才準備要靠台下 靠靠出滿基本的性格 也先為老師跟中的學習 我們在考準備學策的過程中 朋友和老師都是重要的夥伴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一起考好學策 感謝嘉義高中提供 家中圖書館這非常良好的讀書環境 讓我可以專心準備學策 所有老師們的認真教學 然後因為考滿級分只是一個門檻而已 希望我之後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考上理想的小系 我覺得要保持規律運動 然後維持健康的身體 才能維持在最好的狀態 我要感謝父母的支持 還有老師的心情的執照 還有各大出版社 出出非常精良的作品 讓大家練習學策 沒有讀特殊版沒關係 只要夠努力都還是可以考出好成績 非常感謝高一的英文老師 有他的提拔 然後我就借掉手機才可以考到這樣的好成績 謝謝 我瓶頸主要是在於 以前高一跟高二的數學精彩全部都實力 基本上也是因為喜歡數學吧 所以就繼續堅持 今年的大學學職 全國國門英文數學主任 四科馬級分有兩百十一的人 各國中有六位同學獲得馬級分 今年的數學很困難 全校馬級分有三十個位學生 不過全國中標11級分有1997人 整體的表現可以說是很好 學校這個整個發展可以說是 非常多元 不只是在同學的升學表現 非常優異 另外我們在數理科學 藝文體育的活動都推展 也是讓同學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那學校做了相當多的支持 所以除了學業之外的表現也非常的亮麗 非常棒 國立嘉義國中之子 在在報科的學生小孩當中 國門英文數學主任四科馬級分有兩百人 國門英文數學主任 還有國門英文數學社會四科 五十五結分以上有八十的人 另外經過 即使選在接學官的已經提早 六出大學的有兩位學生 分別是許廷偉 六出國立台灣大學秀學學 蕭玉恒 六出國立台南大學主順工程學 普通班的學生林秉樹 還有羅冠倫 這是科出的五十九結婚的成績 表現也是很好 所以請先別忘記錄 孫雯秀 孫雖然 家紀七 彩虹報道